世上,来自全军炮兵防空兵部队的授阅方队,铁流滚滚,气势如同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光荣而自豪地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标志着我军炮兵防空兵,已逐步形成了弹炮结合,结构合理,射程衔接,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力量体系。 炮兵防空兵作战力量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运。 推进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军推进军事训练创新发展的时代主题。 回顾炮兵防空兵军事训练的发展历程,犹如一条连线,记载着为赢得未来战争胜利而进行的不懈追求和伟大实践。 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于提高炮兵防空兵战斗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引领部队建设发展,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军事领域的变革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一九八四年,一场以五块一准为标志,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核心的训练空间站,全面打响。 由此拉开了炮兵防空兵信息系统建设的序幕。 全军炮兵防空兵,以砸锅卖铁也要搞快反的精神,在较短的时间里,成功研制了我军第一代简易射击指挥系统,实现了手工作业,向自动化作业的转变。 使炮兵火力反应时间由原来的十几分钟缩短至一分钟以内,防空兵火力反应时间由原来的两分钟缩短至十几秒。 这一重大突破,标志着炮兵防空兵建设发展,已迈出实质性步伐,信息化建设出路端倪。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的全面冲击,对我军军事训练带来了深刻影响。 炮兵防空兵坚决贯彻科技强军,科技兴训的指导思想,瞄准高技术强敌,挖掘以列圣优对策招法。 广泛开展了以打巡航导弹,打隐形飞机,打武装直升机,防精确打击,防电子干扰,防侦察监视,新三打三防训练为标志的科技练兵。 探索实践了弹炮结合,打巡航导弹,车载式地空导弹,打引擎飞机,高射炮,打武装直升机等训练科目。 研究创新了一大批具有高技术特点的战法、训法改革成果,为全军开展科技练兵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进入新世纪,国家安全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战争形态、作战方式向新计划加速演变。 为加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炮兵防空兵全面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紧紧围绕提高火力打击效能、创新火力毁伤理论和制空效能理论, 积极开展了以真打实检为标志的火力打击综合效能检验。 对作战方式方法、指挥模式手段和武器装备的技术战术性能, 进行了实打实的检验评估,收集获取了上万个效能试验基础数据。 深入研究了战役火力筹划、火力决策、火力协调等重大问题, 实践探索了以量化分析、科学计算为基本形式的指挥决策新模式, 全面推动了军事斗争准备的有效落实。 全军军事训练会议后, 我军军事训练进入了向信息化条件下转变的关键阶段。 炮兵防空兵开始了以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为标志, 以推进军事训练转变为目的的新一轮军事训练改革。 2006年、2007年,炮兵防空兵先后两次参加了以复杂电磁环境为背景的全军性演训活动, 取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训练成果。 为继续深入推动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 使改革成果尽快形成部队战斗力, 承担全军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试点任务的炮兵防空兵部队, 以边修新一代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为契机, 紧紧围绕复杂电磁环境对武器装备效能和火力打击行动的影响, 深入分析复杂电磁环境的本质特征, 实践探索复杂电磁环境下作战训练的对策招法, 为全军炮兵防空兵部队开展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 提供了基本依据。 实现信息与火力的融合, 努力提升精确打击能力, 使炮兵防空兵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 推动兵种建设创新发展的实弹要求。 2009年, 以信息与火力高度融合为标志, 基于信息系统的信息化条件下, 精确打击研究性演练, 在广州军区某训练基地拉开了帷幕。 这次演练, 紧紧围绕提高炮兵防空兵部队的核心军事能力, 以信息主导、火力主战、联合制胜思想为指导, 从立体多维的精确侦察到科学量化的精确指挥, 从点面结合的精确射击到基于效果的精确评估, 研究创新了真控打平一体化的火力打击新模式, 探索实践了信息与火力、 技术与战术、 新装备与老装备、 人与武器有机融合的方法落子, 促进了军事训练, 向信息化条件下的加速转变, 全面提高了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 吹响了炮兵防空兵向精确打击时代漫进的奋发号角。 自我军第一所炮兵院校, 延安炮兵学校诞生之日起, 炮兵防空兵院校 已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光辉。